不錯耶 這個觸感很好 頭皮非常地舒服 它的味道其實很香 就是全天然的一些精油味 我覺得洗男一定很愛 舒服 很多人都會注重就是說 到底頭皮出油 或是一天到底要洗多少次頭髮 以前的觀念大家都會覺得說 要洗一天三次 但我覺得有點太多 可能是洗髮精的方法是那種錯 甚至可能它的質疑錯了 所以會導致很多人都覺得說 一天一定要洗很多次頭髮 讓自己的頭髮可以不要那麼油啊 不要這麼臭啊 這一瓶是我現在覺得是用到 深度清潔 還不錯的一瓶 洗完 通常我會這樣子去戳一下它 深度深層清潔 以及控油的洗髮精 它通常都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洗完非常的澀 強力去油當中 就會讓頭髮非常的就是 可能有摩擦感 但是你看 我這個洗完 不錯耶 這個觸感很好 你看 用完Comcrust的洗髮精 其實頭髮蠻順的 那其實也蠻清爽的 然後到現在其實還是有一點點 就是黑涼的感覺 頭皮非常舒服 然後呢 空了一整天 消髮辣 再晒 都不會有頭皮味啊 現在今天的要來測試就是 它一天到底對過頭髮出油度 會出多少油呢 還是呢 就是變成是非常的不出油 然後現在的時間是 11點05分 可以測試一天看看 到晚上 再看一下頭髮的狀況 現在時間是 1點22分 我覺得頭髮的時候 就直接用頭髮去測試是最快的 那我覺得 頭髮還是很滑順 出油度 其實沒有像 以前那麼誇張 3點39分 現在感覺是怎麼樣 因為我今天 很忙於 登坡 跑來跑去 對 蠻匆忙的生活 我現在都會拿自己來做測試 還蠻清香的 還蠻清香的 沒有什麼牛頭味 從常到下午的時段是 出油的巔峰 那我覺得呢 它的 屑好沒關掉 我現在呢 是 6點38 給大家看一下 感覺 其實也是蠻清爽的 其實它整罐都是屬於 植物萃取 這樣摸 其實真的比較 也不會有油膩的感覺 它會讓我的頭皮平衡優質 頭髮的滋潤度 滑順度都還蠻夠的 因為有些护髮的概念 哈囉大家好 我是聖田 那呢 因為我覺得夏季的洗髮精 其實選擇非常的多 比如說有一些機能性的 例如說控洗髮精 角色洗髮精 可能是修護頭皮 甚至可能是修護我們毛鱗片的洗髮精 我覺得它會跟現在的一些流行 跟現在的一些機能性有關 所以才會產生出 有這麼多值得適用的洗髮精 所以呢 今天呢 要跟大家講一個牌子 我真的覺得是一個 紳士品格的入門款 我覺得洗男一定會很愛的 叫做 第一 男生的頭皮會一定會比較重 第二 男生的 沒洗的油頭 應該會比女生還要來得嚴重 男生一定是必備就是要洗頭嘛 其實在夏天容易流汗 甚至可能你今天晚上洗完 哇靠 怎麼隔天早上起來 就有點味道 其實我覺得這跟就是 分泌油脂的頭皮 都會有關係 那其實造成異味 其實我覺得也是會非常扣分 是我目前用到我覺得真的是蠻控油 而且 非常適合夏天使用 因為它洗了那時候 非常的清涼 有歐盟認證的植物配方 那我覺得它是結合到頭髮 會非常柔順以外 它還會非常的清爽 它味道其實很香 就是純天然的一些精油味洗完 然後讓我非常的舒服 那我的頭皮就是有 有一點點涼涼的 這個是我覺得夏天真的很必備的 假如你今天每天都有著頭髮的話呢 那你當然其實有效清潔也是非常的重要 假如說你今天是一個非常懶的人 那你又覺得說 你頭皮非常出油的話 我非常推薦這一關 控油洗髮精 推薦給大家